歡迎您繼續收看 我們今天的媒體有約 今天在節目當中 很榮幸邀請到 從台北趕來的 中華民國政務委員林鄭澤先生 也是台灣省政府主席 那麼剛才談到說 我們抗戰的紀念 他70週年 我們必須要努力的 去還原歷史的真相 那麼這次來到 亂局演講的郭代軍教授 特別去從蒋介石先生的日記當中 去佐證很多事情 我們也看到說 因為蒋介石先生 他的一個堅持 他的大戰略 把日軍當年在中國的一個戰場 做了一個策略性的導引 讓他們是越來越深入 他們後來轉到整個主軸 到了華東 所謂一系列的戰爭戰場 到日本到最後 東西是後裏不計 所以這個東西 就獲得他了一個最後的勝利 所以我們後來回頭看 覺得說不得不羨慕 或者說所謂的仰慕 蒋介石先生 他的一個領袖的一個判斷力 那您個人覺得說 是不是很認同這一點 以及是我們中華民國 今天在台灣 這個特別時空裡面 該有什麼樣的一個 比較有條件的領導人 可以繼續帶領中華民國 你看兩點我必須要特別 聽了郭教授 我聽了20分鐘 OK 從兩點裡面 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他應該深謀眼力 不一定老百姓看得到 對 所以這是有那個規範 而且他獨牌綜藝 很多人勸他要去妥協 去有條件的投協 那是很現實 很快就可以得到 反向的掌聲 對 但是對國家的長遠發展 是不對的 他只要能夠答應某些條件 戰爭可以立刻結束 對 但他不願意 他不同意 他不同意 但是結果後來這樣才 他的堅持是對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他戰爭以後真是扭轉了 把一些日本的部隊 放在中國大陸上 沒有辦法支援到 他們的德國的 在印度廢師的那個規範 他們的補給線越來越長 對 所以這就是 我當一個領袖人物 真的要深思熟慮 要有眼見 我說今天蔣中仁先生 他從他的日記裡面 曝露出來才知道說 當時他的偉大是 那時候能夠很誠全 很堅持 對 認為對的 結果我們打得勝仗 林委員他不但是政務委員 同時是台灣省政府主席 他也曾經是多届的 新竹市的市長 謝謝 戰績非常的好 政績老百姓很滿意 那麼我也知道 從資料當中 所謂的黑蝙蝠的 中隊紀念館 也是您當初在任內 有很多的整理 所以關於所謂的 近代史當中 我們的所謂的一個 軍民共同度過的歲月 的確令人很難忘 對 很難忘 但是台灣呢 中華民國也是不斷地在 進行民主的洗禮 對 政黨的一個競爭跟選舉 對 那明年的大選又到了 對 又到了 所以在上次九合一的這個 國民黨就是說是大敗了 對 那麼到明年的一個大選又要來了 所以有些人會擔心說 因為政黨屬性的不同 換了這個 如果民進黨上來的話 會擔心國家的一個走向 所以您會不會覺得說 在這個時刻 因為相對起來 當然中國 中華民國人民共同國是比較強大 對 台灣相對是比較弱勢的 對 你認為這條路該怎麼走 我覺得台灣還是堅持走 自由民主這條路線 而且你剛才講到 提到抗戰 我們就不能忘到黑扁鴻中隊 黑扁鴻中隊都在新竹的建村 空軍艦區在那裡 所以我當市長的時候 我們用市政府的經費 3000萬建了一個 黑扁鴻中隊的這個館 一個國家 他假如說忘記為他戰爭死亡的 英勇的將士 這個國家不會長的 沒錯 所以我想這一部分 很多建村子弟 為國家社會的貢獻 我們非常肯定 是 主席跟您報告一下 我們在海外市場 陸陸續續都有很多有心人 在做一個還原歷史 包括了黑貓 黑扁蝠 你們要多多補充 我覺得這是很好 是 還包括了陳乃德將軍 當初的飛虎隊 那麼中美所謂的聯合隊伍 到中國去打仗 對 這很多年輕的生命 都在當中都犧牲掉了 所以真的是 說在建村裡面不知道 早上飛機出去 臨時派出去 晚上回來 假如哪一個地方在哭 就知道那個有事情 所以他們為國家的貢獻 我們黑貓中隊 黑扁蝠中隊 這些建村所發生的故事 我們新竹也有那時候 叫做建村博物館 所以你剛才講到說 我還是覺得面對中國 中國那麼強大 但是我們台灣走的 還是自由民主 非常好的制度 對 當然委員 我們必須要去講說 中華民國的今天是很辛苦的 對 很辛苦 對 在當初抗戰的時候 到1949年 事實上中華民國是正統 對 絕對是正統 當然是我們說很遺憾的是 國民黨是贏了抗戰 輸了江山 民國38年 1949年就輾轉 當然就撤手到台灣了 所以整個的一個過程 是等於說瞬間就發生了 對 對 但是我要講說 我們剛剛談到了黑貓 黑蝙蝠 談到這個所謂的 沈納德將軍等等 飛虎 究竟今天的台灣到現在來講 有多少人還很在意 還很記得這些事情 因為台灣整個的發展 是比較越來越本土化的 對 包括 包括政黨 對 你說的沒有錯 你說在意的人很多 但你在意的話 幫台灣人民參加抗戰 所做的貢獻 我們也不能忘記 所以這一次的活動裡面 就把這個加進去 對 當然 因為有人說很多人會講說 好像抗戰跟台灣人有什麼關係 你現在去問年輕的朋友 他們會覺得說 好像抗戰跟台灣是不相干的 都是一些你們好像大陸的朋友 比較傾向於中國的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應該有這樣的 所以馬總統一再交代我們 這些活動只是還原歷史事實 然後再讓年輕人再知道 而且不但是我們的年輕人 大陸年輕人也知道 知道以後就自然會講出公道話 對 所以我覺得中華民國在台灣 一直也是有很多所謂的法統跟一些 一些法理上的一些爭議 或者說一些矛盾在 這也是政黨在競爭在輪替的時候 一些所謂的著力點 對 對 對 所以就話題再回到您身上 對 對 對 因為剛剛特別介紹了 就是說林委員 他也是現任的台灣省政府主席 是 是 是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台灣省政府還在嗎 或者說台灣省政府主席做什麼事呢 因為記得其實在林登輝總統任內 就談到廢省 對 對 對 那麼所以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之後呢 我們讓主席想一下 那麼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台灣 謝謝 謝謝 那麼中華民國在憲法法統上 他狹下應該是急於中國大陸 但事實上當然現實環境是 就是颱風金馬了 颱風金馬 所以台灣省主席省政府在中華民國憲法底下 究竟還有什麼樣的定位跟意義 回來之後呢 我們請主席親自來解釋 謝謝 范兄 謝謝